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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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述了一本叫做《共产党宣言》的册子 这本由德国人马克思·恩格斯合著 于1848年2月出版的《共产主义著作》 第一次以隐闻的形式出现在中国 此后的1905年 由革命先驱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 在其机关报《民报》上称 当事人士以不知马尔克之名为耻 马尔克及马克思 宋教人还摘役了《共产党宣言》片段 呼喊万国劳动者其团结 从1902年到1908年 中国出现了第一次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高潮 此时的陈旺道在做什么呢 1907年陈旺道离开了山村 来到县城求学 一年之后又回到家乡 希望就是开头明知吧 所以他就回到自己家乡 办这份称学 这可能当时有一种教学 教育救国的这么一个想法 然而陈旺道很快再次离开家乡 来到位于金华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 继续求学 拼命学习数理化的现代科学知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深中山就说明要修路 所以他很注意就看地图 我们国家又修什么铁路了 又什么公布了 他很关心这 我要谁救国 我这个数理化也不行 所以他就决定到进华一中去 都数理化去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中国进入共和时代 正在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学习的陈旺道 为之振奋 但是随即而来的袁世凯上台 又使他失望至极 他随后来到上海学习英文 急切地渴望前往国外留学深造 在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 虽然鸦片战争以来 兴办了大量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成为了我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 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四处横行 爱国的学生 工人 知识分子 不断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腐朽与进步同在 黑暗与光明并存 他们都汇聚在上海这个城市 如同整个中国的缩影 决心以实业救国的陈旺道 很快计划自费前往日本留学 他跟父亲讲 父亲想了半天还没同意 没有开课是同意你去 看到陈旺道要出国留学 父亲陈军元就想到 大洋一波计一波计地往外道 这得变卖多少田产 迟迟不肯答应 一时间父子陷入僵持之中 如何说服父亲呢 陈旺道把李白的诗句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付来 抄露在墙上 看到父亲态度缓和之后 陈旺道坚定地说 自己愿做一个无产者 1915年陈旺道东渡日本 开始了留学生涯 然而就在他如饥似渴地学习 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 满怀十业救国梦想之际 国家的命运再一次发生巨变 这一年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的 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韦 富弊称帝 无耻地接受日本提出的 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消息传至东京 包括陈旺道在内的中国留学生 痛心疾首 强烈要求废除二十一条 纷纷开展各项声讨和声援活动 温顺组织的那些社会活动 他也是很积极参加 比如说反对袁世凯 二十一条卖国条约 这种游行思维他都参加了 同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 深受国内反援斗争形式的鼓舞 满怀革命激情 写下了热情洋溢 活力四射的青春 振臂高呼 以青春之我 创建青春之家庭 青春之国家 青春之民族 青春之人类 青春之地球 青春之宇宙 李大钊当然是共产党方面 这个早期这个倾向马克思主义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了 他是热情欧哥这个十月革命的胜利 认为人类开了一个新机缘 此外李大钊在日本结识的躲避袁世凯通缉的陈独秀 返回国内的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发表了创刊宣言 敬告青年 号召青年奋旗智能 力排臣服朽败 请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 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幕 此时的陈王道和许多留日学生一同为祖国的命运奔走故隆 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建者李达回忆当时 如果不寻找新的出路 中国是一定要灭亡了 可是新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日本也有所流传 那么他在那里就开始接受了这么一些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主义的这样的一些思想理论 万老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到了日本进步学者 何善兆、三川军等人翻页介绍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 然后就产生了社会革命的思想 就在此时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让无数热血青年看到了新的希望 十月革命的成功 向全世界宣告了崭新的社会制度已成为现实 开辟了人类探索新的社会制度时代 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世界传到了中国 这一实际成果与巨大影响 使马克思主义日益为中国先进分子所关注、接受 他就想把名字改到、把参与就改在成王道 成王道寓意就是追望大道 就是来开辟一条新的拯救我们国家的这条道路 在李大钊的大力倡导下 毛泽东、蔡和森等在湖南长沙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 周恩来、马骏等在天津组织的青年学生的进步社团 觉悟社 韵带英、林玉南等在湖北组织的互助社 力群书社等 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始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 1919年7月 陈旺道在日本中央大学毕业 迫不及待地回到祖国 五四运动已在国内如火如荼地展开 新旧潮流相互冲撞 抵荡着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它是我们浙江省第一个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么一个刊物 这个刊物的话就是有一段时间 就是文章写的相对来讲比较的前沿一点 尤其是第二期 施村统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飞笑》 那么他为什么要飞笑呢 他就是说对他的父亲 有些社会上不公平的那些东西 就是那种畸形的 催添人的那种笑表示反对 这个应该还是对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 就这个题目 就那么那些味道这么就是晃了手脚 1920年3月29日 浙江省长齐耀山下令出动军警包围学校 面对反动军警的刀枪 师生们高呼 愿为新文化运动做先驱的牺牲 刚过29岁的陈旺道更是一腔热血 告诉学生 我和大家在一起 你们不要哭 很多地方上海 北京 全国特别是大的人物 都表示了这个义愤和这个意见以后 这个浙江当局没有办法 只好收尾成命 当时我们讲就是新文化运动 北方有北大 南方两个一师 湖南一师 浙江一师 那么陈旺道先生来了以后 是在这个火炬上面又浇了油 所以使这个新思想传播得更加的热烈 尽管一师风潮取得初步胜利 陈旺道还是被迫离开了学校 经历新思潮与旧势力的对决 这位年轻人开始思考着未来的道路 和陈旺道一样 此时的陈独秀也经历了一次巨大风波 1920年初春 陈独秀冒着危冷的春风南下武汉 在武汉大学的千人大会上 陈独秀做了题为 中国存亡与社会改革的关系的演讲 一时间引发轰动 他提出来要打破或者废除三种制度 一就是阶级制度 它主张平民社会主义 第二个继承制度 就是说主张共同劳动 最后一个就是遗产制度 要田地共有 所以说当时这个内容 对当时的当局来说是比较震撼的 愤然返回北京的陈独秀 没有想到 北洋政府已布下天罗地网 他随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 经天津乘船前往上海 在天津一处旷野 两人分别之际彻夜长谈 思考着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决定分别在南北两地筹建政党 这就是被传媒佳话的南臣北里 相约建党 由此拉开了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帷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他们想了解不是片段 他是希望能够全部了解 共产党的宣言到底是讲的是什么内容 尽管这本书 内容不是篇幅不是很大 只有两万多字 但是他因为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 所以翻译存在一定的难度 这个翻译的人必须有三个条件 他当时提出第一个条件 他说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有比较深入了解 第二条件 必须精通德文 日文 英文 这个三门外语当中一门 第三个条件 要有很好的汉语言的基础 邵丽子把陈旺道作为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不二人选 如果说这是历史的选择 那么陈旺道接受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一重任 则是他对共产主义信仰的选择 就从旺道先生自己正式意识到 就是这个对于旧的势力 不是不打就倒的 一定要进行斗争 这个进行斗争 就是要有思想的武器 所以他后来就是在这个一丝蜂巢过后 很快地就接受这样一个使命吧 就是回到家里去翻译到共产党宣言 我就跟他在一丝蜂巢当中 受到的思想上的接荡 极大的关系 此时的陈旺道已经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之下 逐渐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早在1919年9月 在梁启超等人邀请下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到中国来讲学 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 称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 兴办教育 这样的一个时期呢 它实际上就是西方社会思潮分治它来 对吧 各种各样的 那么包括无政府主义啊 包括那个什么实用主义啊 包括基尔特社会主义啊等等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包括还有罗素啊 对吧 他们到中国还来过宣传 宣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和观点 与此同时 另一些人则鼓吹无政府主义 早在辛亥革命之后 无政府主义就开始在中国有所发展 到五四时期 在中国社会 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十分流行 针对不同思想的攻击 陈旺道与陈独秀 李大钊 李达等人一道 发起了激烈的论战 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 这场论战声势浩大 旷日持久 其实质是要不要在中国建立 无产阶级政党 中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当时实际上这个 少立子推荐陈旺道来翻译公司宣言 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 我觉得就不单单是历史学 实际也是陈旺道个人的一个选择 数十年后 有一次陈旺道 参加接待一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团 外宾问他 那时候怎么会翻译共产党宣言呢 他回答说 五四运动时代 大家都关心国家的命运 许多人在寻求中国社会 怎么发展的方向 出现了各种理论和思想 我信仰马克思主义 所以就把他翻译介绍进来 供大家研究 那么当年陈旺道 究竟是怎样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呢 分水塘 位于浙江义乌大风山脚下 因村中一池塘水 分两条流出而得名 1920年4月初 陈旺道带着两本共产党宣言 一本是陈独秀从北大图书馆取来的英文本 一本是代季陶提供的日文本 一头扎进了柴屋 一盏煤油灯 一块铺板 两条长凳 开始了夜以继日的翻译工作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 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旧欧洲有权力的人 都因为要驱除这怪物 加入了神圣同盟 陈旺道写下了共产党宣言的 第一句译文 通篇不足两万字 却耗费了陈旺道巨大的精力 当时很需要这本书 所以说时间也很紧 这样多他就经常熬夜 每天都是从早上一直到半夜里才睡觉 那么人就是很快就睡了很多 所以当时他母亲就一看 怎么儿子回来这么一段时间 就睡了这么多 所以就弄点包了点粽子 在这个小柴房屋内 陈旺道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了翻译工作之中 当母亲送来粽子和红糖 她错把粽子蘸上墨汁吃到嘴里 依旧没有察觉到 反而觉得墨汁的味道是甜的 这种甜来自他多年来苦苦寻觅 救国图存之道 获得共产主义这一信仰的甜 来自那一代热血青年 为改变国家的苦难命运 探寻到共产主义这一真理的甜 一种信仰的味道 就是信仰的滋味的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有信仰可能就是不亦为苦 有信仰可能就化苦为干 追求真理的过程 是一个甜的过程 我们对这个就是革命事业的一个追求 这样的自身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追求 进程当中体现的也是一种甜的滋味 就无论说是信仰的 或者是这个思想的这样的一个光芒 对吧 这样的一个火种 那么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带来的光明 带来的希望 1920年4月底 陈旺道终于完成了 共产党宣言的全部翻译工作 带着书稿急切地赶往上海 希望早日把共产党宣言刊印出版 然而意外发生了 原来准备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星期评论 被勒令停办 我星期评论给封掉了嘛 所以他就后来就整个去叫他到新青年去编 投身新青年编辑工作 陈旺道继续宣传共产主义 在这里 陈旺道结识到了更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于秀松 李汉俊 陈公培 沈玄卢 杨明斋 施存统 李达 邵立子 沈玄卢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在一个共同的信仰之下团结在一起 自五四运动以来 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非常关注中国的革命形势 中俄交通打开后 俄共远东局经共产国际派出代表维京司机 先到北京会晤李大钊 后抵达上海会晤陈族秀 同上海这批共产主义信仰者进行座谈 商谈创建共产主义政党 1920年5月 这批共产主义信仰者在陈族秀的发起下 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三个月后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这可秘密组织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组织 临时中央 建党的名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考虑 开始的时候有人主张说 这个名字就叫社会党 或者社会共产党这么一个名字 但是李大钊他就主张还是叫共产党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推陈独秀担任书记 含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很快成为了全国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几乎与此同时 刊印出版陈旺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也成为了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本仅有数万字的小册子 即将为无数苦寻中国未来道路 追求共产主义信仰的热血知识 带来光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